我觉得今天最大的两件事情应该就是陈时中的那个影片 其实那个影片昨天下午就有看到了 卫福部就帮陈时中出了一篇这个新闻稿去特别去说明 然后呢说那个时间点是去年2020年的6月15号的晚上 6月15号 6月15号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一件事情 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前后 大家好像在谈 去年的那个时候好像在谈 这个学生指考要全程戴口罩 而且家长不可以陪同 大家有这个印象吗 可是那个影片里面的陈时中 自己没有戴口罩 然后也没有跟别人保持这个足够的距离 然后他们也没有设立隔板 哎呦可是他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特别我跟你大家讲 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我还蛮体恤一些大官的什么 他们可能需要放松一下或什么的 可是我很不喜欢那种 民众你们都要守规矩 你们必须要怎么样 可是我 我可能就不这么做 我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公平吧 特别是 你是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是卫福部的部长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要以身作则 而且你是公务人员 应该说是公职 公务人员 公职人员 对不对 就其实有些东西你在外的行为表现 当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 会影响卫福部的形象 所以不可不慎啊 那那个影片大家看很多次了吗 还需要看吗 看很多次了呗 应该是不用特别看了 但是呢 我有另外一个东西想要给大家 这个鉴赏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好了 另外一个影片 就不是你在网络上面看到的 诚实中的影片啊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有些事情可能要呼唤一下 让大家想起来 接下来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呢 是我们这个介绍过的一个 这个中天的前员工 然后他也算是比较资深的媒体人了 他之前是个记者 他是张雨萱 雨萱就贴了这张影片 这张影片 哇天哪 这些女性是 最真诚啊 还负义生日 诺富特3加11爆发前两周 陈时中遭报聚餐当众爽哈烟 我想就是要出口 简单的话 最真诚啊 还负义生日 谁生日啊 有一个人生日啊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 请暂停哦 这么多女生啊 都穿得非常的短 有这个穿得长的 这么多女生都穿得这么短 这个有穿裤子 有穿长裤 就这些人是谁啊 这些人是谁啊 不知道 好那我们看一下雨萱说什么 张雨萱说啊 其实诺富特三加十一 张雨萱 大家可以这个关注她的这个FB 三加十一爆发前两周 陈时中就被人家爆 聚餐当众耍哈 耍哈烟 熏全桌 你是卫副部长 你不知道这个室内 不可以这样子抽烟的吗 然后呢 这个 她说啊 这是昨天那部 嗨歌饮酒的画面一流出 立刻有知情人士 跟雨萱爆料 原来阿中部长不是爱喝酒 唱歌 酒汉耳热之际呢 更喜欢哈上两口烟 甚至连走出室外 或到吸烟区都懒 直接在饭桌上当众吞一吐 那不是害其他人吸二手烟的吗 而且呢 会熏到整桌人都相当难受 却怒不敢言 因为他是部长嘛 而且甚至是警告 警告现场不准录音 警告现场不准录音 然后根据爆料者透露呢 就在今年四月一日 愚人节的时候 也就是距离三加十一 诺富特群聚感染 最早发病日 四月十六的两周前 跟私人的团体聚餐庆生的时候 陈时中突然到场祝贺 而且当时陈时中身边 只有一名医师友人陪同 而且透露这是自己的第二拖 所以第一拖是有喝酒嘛 第一拖是跟谁呢 然后随后只见陈时中 和现场的主示者低声交谈以后 餐厅老板立刻向众人表明 等一下除了签身活动 禁止对部长拍照 但是呢 爆料者还是私下录制了部分的片段 嘿嘿嘿 你说不可以拍了 那我更想拍啊 那从照片还有影片中 不难看出 酒过三巡的陈时中脸色通红 爆料者也表示 当时他已经有点罪意 但面对现场的贵宾敬酒 也很豪爽来者不惧 甚至跟特定人士敬酒 那阿中部长呢 还会以干杯致意 而且与部分女性与会者 互动相当融洽 经过一轮照会 现场有人拱阿中部长上台唱歌 而且要求部分与会女性上台半舞助唱 而阿中部长也相当大方的张开双臂欢迎 就像照片当中的场景景象 把现场的气氛炒到最高最热以后 就像影片一样 向寿星表达祝贺之意 然后还是与CDC记者会 一模一样的口吻相当敬业 然后呢 就在大家庆身晚 欠完身入座以后 阿中部长当整桌人的面 整桌啊 现场很多人啊 在密不透风的餐厅室内 大大方方的 拿起烟来点火 而且手忍的一手叼着烟 一手喝着酒 跟众人聊天 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殊不知当部长已熏的同桌人 快喘不过气 喝过一口酒以后 居然又拿起第二支烟 又点起来继续吞云吐雾 抽了再抽 所以爆料者不仅诧异 原来这就是陈时中 不准大家录影的原因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录得到 那 他说先不说啊 你在室内场合抽烟 还熏到其他人 已经是知法犯法了 但即便当时的疫情 稍微趋缓 4月1号的时候 但是3月24号到3月31号之间 还是有23起境外移入 总计高达1031例确诊 好就下来 然后呢 在特定的高风险场所 依然必须坚守社交距离 还有戴口罩的原则 可是陈时中 你在众人面前 用自身的行为 公开藐视烟害防治法 阴害防治法 是哪个部门相关啊 阴害防治法 是不是跟卫福部相关 然后你是卫福部长 然后还疏忽 对防疫概念的轻忽 也难怪在两周后 爆发了诺富特的群聚感染 跟万华社区感染的悲剧事件 就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 也不尊重他人健康 践踏法律 还有防疫规范的卫福部长 要如何守护 全国人民的健康 就是你不但轻忽了防疫 你还违反了 阴害防治法 就在今年4月1号的时候 那各位 这我给你看的这个 不是昨天这个流传 很轰动的那个 喝酒唱歌的那个影片 不是那一部啊 是另外一个 而且呢 雨萱只放上了 几秒钟的影片 她没有放全部 所以陈时中 要不要出来交代一下 那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跟这么多 这个女性朋友 一起合唱 然后又在 期间 在室内抽烟 又不戴口罩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各位 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不戴口罩吗 可以吗 今年的4月1号 是要戴口罩的吧 所以陈时中 你在干什么 那个时候也还没有 放松到现在这样子吧 对不对 我不知道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 你怎么了呢 你怎么了呢 可不可以讲清楚呢 然后呢 陈时中回答咯 来看一下 雨萱说啊 陈时中的回答 除了证明 时序点和细节 完全无误 我只想问部长一句 你是忘记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 什么 在被报 室内抽烟孔违法 就是雨萱报这一个 陈时中说 我实在记不起来 你记不起来 你有在室内场合 抽烟抽了一只又一只吗 你是以为 他没有画面 是不是 没有你一只接一只 假二手烟的画面 是不是 直接说我记不起来 各位 陈时中不止一次 搞过这个乌龙啊 而且真的是乌龙吗 还是故意的 你们记不记得 他对陈副指挥官 也做过一样的事情 就是三加十一 那个会议啊 他说是陈副指挥官 而且是在立法院哦 立法委员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说是陈副指挥官主持的 就赖给陈中燕 就后来大家发现 陈中燕根本就没有去那场会议 没有到啊 是陈时中自己啊 然后陈时中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 哦 我记错了 所以他对陈中燕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又说 哦 我记不起来 忘记了 真的忘记吗 来看一下陈时中的说法 还引用陈时中的说法 说大家都知道我有抽烟 不过那天有没有抽烟 我实在记不起来 那陈时中说 那天旁边有另外一个团体聚会 那你怎么就记起来了呢 然后说 本来做东的主人 要邀请他去演讲 但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答应 不过仍然有参加 应该是半路拦截 说有人过生日 希望陈能说几句 祝贺 才有此情形 等等还是 不知道你是喝醉了 还是害怕想起来呢 我的天啊 所以 陈时中你的记忆力这么不好 那我怎么知道 那你们又不做会议记录 对不对 他不是说 之前说三加十亿没有会议记录吗 你记忆力那么不好 又不做会议记录 然后你这个主持 全国的防疫这么大的事情 你到底忘记了多少事 我就想问啊 你记忆力这么不好 你又会记错又会忘记 好不好 而且都大事哦 就那一场会议 你自己主持 你自己不记得哦 去赖给陈宗燕 然后呢 你那天 你有没有室内抽烟过 你不记得 甚至你说你不记得 那天有没有抽烟 好 那这些事情 你都可以忘记了 记错了 那你们疫情指挥中心 又不做一些那个记者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会议记录 对不对 他不是说三加十亿 没有会议记录吗 那这样子你来主持 我们全国的防疫大事 这是可以的吗 这不是很危险吗 超级危险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但是你没有记录 不代表其他的围观者 没有记录 现在是什么事 我其实就是你 我还没记得 对不对 我还没记得 我还没记得